男子坐在路旁被大批園警團團包圍 講到機動處還站了起來 匕首畫腳 但過沒多久 雙手上銬被帶上警車 原承信嫌犯涉嫌在商旅內 持刀砍傷朋友被警方逮捕 而消息一出也讓附近住戶 嚇了一大跳 驚悚砍人案就發生在13號上午6點多 當時無心男子疑似在內湖的 一處商旅內開毒趴 還找來誠信朋友一起嗨 但兩人卻因為金錢問題爆發口角 最後誠信嫌犯遺棄之下 持刀砍向對方 造成無心男子右手有多處刀傷 但好在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最了解無心男子家住新 被前一天才來入住內湖的 這一家商旅原定14號要退房 但沒想到期間與朋友發生 爭吵慘遭對方刺傷送醫 射見是小組也到場進行採證 果然在附近草叢內發現利器 另外房間內也留有毒品吸食器 他是說他們是好朋友 那可能就是在聊天 有一些口角傷的爭執 所以吵架 犯前招待後向警方公稱是為被害人 講話踩到他的地雷才會突然翻臉 而兩人過去其實就有毒品前科 如今又吸毒了 是一個進了警局 一個進了醫院 兩人多年的輕醫也就此破裂 靜新新聞 石油委張基安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關鍵,照理蔡剪刀 点凍 駕